明星初吻给了谁 不是错位全是真亲 杨幂21岁给了熟人 乌磊初吻13岁就没了 刘世世当场泪崩 刘浩然给了谭松韵 邓伦给了杨子 热巴够我笑一天 现在娱乐圈有很多演员 明星 平时拍戏都会遇到很多吻戏 毕竟现在电视剧中 基本上都会有感情线 只有这样才会让观众 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因此在这么多感情线的情况下 有一些明星 他们的音频初吻 一直是观众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都很好奇 他们的初吻都给了谁 接下来就带大家看看吧 刘浩然 自从2014年 以北京爱情故事出道以来 刘浩然的发展 真的是一年一个台阶步步高升 与其他诸多小鲜肉 还在娱乐板块活跃不一样 刘浩然已经有好几部 完全可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因为名气越来越高 而且颜值也被很多女生喜欢 所以她的吻戏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刘浩然初吻给了最好的我们中的谭松韵 两个人在某部剧里攻陷了一段吻戏 这段吻戏分为四个部分 谭松韵主动进攻刘浩然回吻 两个人深吻 两个人分开 看的人都脸红了 毕竟对97年刚刚成年的刘浩然来说 这可是传说中的萤幕 初吻啊 网友看到后表示 90年的谭松韵和97年的刘浩然 议员不合就亲上了 戏外的刘浩然和谭松韵 也曾亲密无见 完全看不出两人之间有七岁的差距 可惜后来两人因为新闻炒作而闹僵 从此不再合作甚至同况 谭松韵也在采访时说 别提刘浩然了都过去了 也不知道现在两人的关系怎么样了 吴磊 同性出身的吴磊和很多女演员有过合作 而她的荧幕初吻则在13岁时 献给在于正版《神雕侠侣》中合作的蒋依依 两个人当时都非常的小 能够表演出这样的吻戏 也是相当的厉害了 刘诗诗 刘诗诗的美无庸置疑 《仙剑三》当中 刘诗诗的龙魁 依旧是很多仙剑迷们永远的神 后来靠着步步惊心这部戏 让刘诗诗大红搭子到现在 如今嫁给了吴启龙后 刘诗诗反倒是专心当起了老板娘来 很多人对于刘诗诗的荧幕初吻 或许都比较陌生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步步惊心里面 但熟知的人都清楚 刘诗诗诗最早的荧幕初吻 其实是贡献给了袁红这个圈内好友 只能说袁红真是太幸运了 当初胡歌 刘诗诗 袁红三人被合称为唐人三宝 因为作为老板的蔡逸农 很喜欢在唐人公司拍摄的戏里面 让三人合作 当年胡歌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 袁红和刘诗诗在剧中分别饰演杨康和穆念慈 据说当年拍摄完这场吻戏的时候 两人都非常紧张 而刘诗诗在拍摄完后 还哭了很久 直到后来才知道两人都是初吻 如今多年过去了 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而且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杨幂 杨幂从小就是童星 拍摄过周星驰武装院之苏喜儿 在电影当中饰演周星驰的女儿 没想到长大后 杨幂也是火得一塌糊涂 好称流量女王 她的成名作也是非常多 像《仙剑三公》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让人非常喜欢 但真要说到杨幂的荧幕初吻 观众们羡慕的却不是和杨幂亲吻的男演员 反而更羡慕杨幂 原因则是得到杨幂荧幕初吻的男演员叫胡哥 两人最早合作于唐人公司丑拍的聊斋系列 当时胡哥饰演宁采晨 而杨幂饰演聂小倩 当时他们的荧幕初吻正是在聊斋里面 也因此他们俩还多次传过绯闻 成为公认的荧幕CP 最令人感到欢喜的是 在《仙剑三》当中 胡哥和杨幂两人再度合作 再次给观众们贡献了一出吻戏 直到如今大家都清晰地记得 杨幂和胡哥两人那甜蜜的一吻 正因为荧幕初吻的对象是胡哥 所以杨幂的吻戏简直是血传 毕竟胡哥可是一代男神 国内少有的男粉丝比女粉丝还多的男演员 更何况当初杨幂的名气比胡哥低得多 迪丽热巴 物观精致且充满抑郁风情的迪丽热巴 绝对是娱乐圈最幸运的女明星了 13年就出演电视剧出道 结果15年就靠着克拉恋人 一月成为人气爆棚的流量小花 夹上漂亮的李慧珍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以及奔跑吧兄弟这档综艺的热播 迪丽热巴成了90后热度最高的女艺人 当初在奔跑吧兄弟当中 和迪丽热巴被公认为CP的陆寒 曾经询问过他荧幕初吻给了谁 当时迪丽热巴一脸萌的表情 至今让许多观众都想象 当初还上了热搜 但只有真爱分才知道 迪丽热巴的荧幕初吻是给了那个男人 是的 这位男演员正适合迪丽热巴 同样有着荧幕CP的高伟光 虽然两人后来合作的三生三世系列 当中有着很多吻戏 但荧幕初吻 却是在14年的一部网剧维时代里面 因此两人的CP其实还挺早了 赵丽烨 要说赵丽烨在当红小花当中崛起 也是让很多网友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不同于仙剑四美 赵丽烨的崛起真的是一部一个脚印 靠着众多大爆的作品成名的 大家都知道赵丽烨的颜值在圈内并不算高 甚至还因为小圆脸曾被导演弃用 加上飞客般出身 让赵丽烨出道初期资源并不少 一度曾经到横店跑龙套找机会 或许是从底层魔力 让赵丽烨的演技越来越好 出演了《华谦古处乔传》 《与风行》等一系列热剧 至于说赵丽烨的荧幕初吻 则是给了一位名气很小的男演员高子齐 当初两人合作 行还猪哥哥 赵丽烨在里面饰演 情而与高子齐饰演的肖剑刚好有一段吻戏 据说当初两人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后来分手了 如今时过境迁 赵丽烨早就成了大红大紫的当红女明星之一 热度之高 还一度威胁到杨幂流量女王的地位 张一星 说到这些迎评出吻 让人觉得最搞笑的就是张一星了 她不仅是一个超努力的歌手 转型演戏的时候也是超级认真努力的 之前也看过她拍摄的电视剧了 尤其是老九门里的二月红形象 也是被各网友玩坏 很多粉丝在看到偶像出演电视剧的时候 都很担心又很期待跟哪个女演员献上出吻 但是张一星显得特别例外 她的迎评出吻是在一出好戏这部电影里 被黄渤给拿走了 跟男生做这样的事情不要笑死人了 画面看起来就相当搞笑 张一星都快被伯哥给亲到变形了 杨阳 杨阳的初吻在嘴里被马思纯夺走了 那时候杨阳还不是现在的当红偶像 穿着白衬衫羞涩的笑容却让人心动不已 马思纯饰演的黎巴拉 骗杨阳扮演的许义给自己吹眼镜 却借机猛起了上去 画面实在太美好了 不过把杨阳修的耳朵都红了 真想大汗一声 放开那个少年让我来 刘一飞 刘一飞作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一代女神 也是北宫认为如今娱乐圈当中 颜值最高的女星之一 《仙剑奇侠传》和《神雕侠侣》等电视剧 让她成了当红流量小花 即便后来转去电影圈发展 演了众多烂片 却依旧热度不断 至于说刘一飞的荧幕初吻 很多人也都知道 王力宏和妻子李亮类的事情 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时 还牵扯到了刘一飞身上 因为刘一飞曾经出演王力宏 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 后来又传出消息说 当初王力宏为了和刘一飞亲近 所以在电影开拍后 擅自加了一场吻戏 这也成了刘一飞的荧幕初吻 对此王力宏更加被网友们抵制了 不过真正说起来 刘一飞的荧幕初吻 还是在《功夫之王》里面 当初饰演主角的美国小伙子 其实才是刘一飞荧幕初吻的拥有者 不过可惜的是 这段吻戏在电影上映之后被删除了 因此严格上来说 这应该不算是神仙姐姐的荧幕初吻